好 一陣老師 可以 謝謝 我們今天非常歡迎 國防大學的鄭惟宜 鄭主任 來跟我們講一下 有關於性別 具有女性觀點的佛教研究 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是一個小小的內部工作坊 因為我們華人精教中心有一個 Joint Program 大概有十位老師 其實是遍布從金門 高雄 一直到宜蘭郊溪 我們的主題就是女神與女人 怎麼樣重新再去審視 漢人宗教的結構 可能有人採取陰陽平衡 有人採取是有一個性別主義的觀點 但無論如何 我們都觀察到說近幾年來的 台灣的性別的問題 或者是女性的參與 或者是女神 信仰的發展 都在一個快速變化的過程之間 所以我們非常高興 有這樣一個跨科技 跨校園的方式來進行一些交流 我們目前是在 我們現在是三個月的前進行計畫 所以我們每個月都要請一位 這個領域的專家 來幫我們討論一下一些問題 總和一下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先請鄭老師來講一些 他的研究的成果 他已經研究非常多 據我了解他不是只有研究台灣 其實他已經跨到東南亞去 我可以講從四里南海到越南嗎 整個都有 只是跳點而已 對 但他的位置非常重要 他又開始比較早 我們知道台灣的宗教是非常國際化 我們不僅是一個國際市場 我們其實也向外輸出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歡迎到鄭老師 布園千里 特別很遠很遠的 從江西下山下山下山 一直到我們這個小小的山上來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交給了鄭老師 謝謝李老師 非常不簡單 謝謝你們邀請我來 只是很不好意思的是 我剛剛又迷路了 這就算了 我這個禮拜 我的電腦又剛好給我壞掉 所以我就沒有一個比較像樣的PPT 可以跟大家分享 大概就只有這麼一點 那今天我訂的主題 大概就是女性主義跟佛教研究 因為我們在做佛教研究的時候 很多人只要聽到女性主義 第一個反應就是 嗯 我不要理她 很好 又打我 對不對 好 對不對 歡迎 我們這個學生在這邊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在佛 我們教界 我們會覺得說 女性主義就是一種 好像就是一定會起來 跟比丘生團去對抗的東西 但是事實上呢 女性主義它是歷史也算是久了 而且非常多元 有非常多元的面貌 那在我這個 我的這個PVT的主題這裡呢 我可以把它開出PVT嗎 我怎麼操作 好 這個主題呢 第一個 因為我電腦壞掉嘛 所以我很可憐的手機 只比較方便打英文 所以我知道我英文好不好一次 好 然後這個主題呢 我這邊給他寫上的佛教女性主義 就是跟我剛剛講的說 其實女性主義它非常多元 但是不是每一個女性主義者 他都是覺得說佛教就是壓迫的啊 都是這種大來人主義的啊 這些 我們還是在教界裡面 有一些女性主義的學者 本身也是很淺誠的佛教徒 然後甚至是說社會運動者 也是一個滿淺誠的佛教徒 所以我們在後來呢 應該是說2000年之後呢 我們慢慢的有一個新的名詞出現 或者新的身份的標籤出現 那個就叫佛教女性主義 可不可以看到第二章 好 那沒關係 所以我現在主要就是說 佛教女性主義 指的不是那一種 有一些像是馬克思女性主義那樣子 直接拋棄宗教 覺得宗教已經大人後地 完全無可救藥的 而是那一種還選擇說 停留在我們佛教信仰當中 但是依然作為女性主義 但是女性主義在怎麼多元 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女性主義大部分的 作為女性主義的學者 或者說社會運動分子 都會同意說 她其實女性主義最重要的 她是一個行動 而不是哲學 她不是說你在學校裡面 我翻書 我開會 我討論 好 我今天很高興 我就這樣寫一個博士論文 然後說我是從女性主義哲學去看佛教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大部分的女性主義學者 甚至在學校工作的人 或者說不在學校工作的人 都會同意說 她其實是應該是要是一種行動才行 你是真的要投入說想辦法去改變 然後在女性主義呢 我們現在大家可以分三波或四波 再以美國而言 那第一波呢 跟宗教或者是說跟佛教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因為她主要就是西方國家的那些女人呢 她們要爭取投票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的時候 爭取投票權 那個時候跟宗教比較有相關一點的呢 就是Elizabeth Stanton她寫了一本書叫做 Women's Bible 她也是意識到說 我們教會裡面呢 有些人在講這個女人時候 都不是一個很有善態度 所以她只是把這個聖經裡面 一些對女人比較有色 或者比較相關的東西拿出來 編成一本自己的書 那就是一個女性主義的 女人的聖經 那麼在佛教那邊呢 這個時候還沒有一些佛教學者 會自稱是女性主義者 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 早期的佛教學者 女性的佛教學者 她們會有一種不一樣的態度 去重新審視我們經典當中的女人 其中比較有名的 當然就是巴黎文聖典學位的 Avi Horner 或者 Caroline Rice-Davis 這兩位學者 大家想到的是她的丈夫 但是其實就統計而來了 Caroline Rice-Davis所翻譯的經典 比她的學生還多很多 那Avi Horner 雖然說 她們不會自稱是佛教主 或自稱是女性主義 但是像是Avi Horner 她跟大家寫答的翻譯當中 她重新在commentary 在她的評論這些佛教經典當中 她會特別講到 就是給那些經典裡面的女人 一種自主的好像獨立的游泳權 比如說帶來到比丘妮出家 她會覺得說是帶來到比丘妮 她會把它詮釋說是帶來到比丘妮 自己想要出家 而不是說一些什麼社會的環境 或者說家人都出家 所以她不得不出家那一種感覺 所以她在無意之間也流露出說 其實女人也是有那一種能力 可以為自己做決定的 可以自己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 為自己的人生做一下果斷 宗教信仰 那跟佛教比較相關的 應該就是六七年代所興起的 第二波女性主義 第二波女性主義 她講的就不再是那一種 我只是行動上表面上的 比如說第一波女性主義 我只是要爭取女人投票權而已 可是第二波的女性主義 她們的slogan 她們的標題 就是說the political is personal 就是說公眾的事物就是個人的事物 那麼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要意識的學習 所以這時候我們也看到 很多佛教的學者 她們會投入這女性主義 跟佛教的對話 那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不論是不是佛教的女性主義者 或者是一般的 其他宗教的女性主義者 她們都看到這些宗教經典的時候 基本上有一個都會嚇到的感覺 比如說在西方宗教裡面 大家都很意識到說 上帝為什麼一定是男的 上帝為什麼一定是男的 這個就是那時候一些 第二波女性主義者裡面 一些女性社學家 所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如果上帝是男的 那麼對女人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不是就是說我們所有的行為 都要什麼樣? 以男人的行為為主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除了神學以外 她們也興起了一個叫做 Theology 女神神學 她們就是說 我今天看到的善帝 她應該是既是男的也是女的 她應該是既然包含這個男人 也能以女人為頭的 那女性神學的一個觀點 那麼在看到東方宗教的時候 她們是其中有一些學者 她們就會往這個東方宗教去看 因為東方宗教裡面呢 我們都知道有不少女性的神明 不論是我們中國的華人圈的 或者是在印度 南亞這個甚至越南 越南的女神崇拜也是非常形成的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說 這時候呢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研究是 就是剛好跟各位的工作坊一樣的 就是女神的研究 那這個時候的女神研究呢 為什麼要特別做女神研究 這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大家 不論是不是宗教女性主義者 她們都發現一個問題 那就是什麼 歷史跟宗教的文獻 都是男人在寫的 所以呢 就比例上而言呢 女人能夠被寫進去 已經是很了不起了 那大部分都是形容說 我們佛教經典裡面 大部分形容比丘怎麼樣 比丘怎麼樣 偶爾會冒出比丘你 所以這個的話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我們就開始有一些第二波女性主義者 我們要從事女神研究 有女神 她是不是就是可以做為一個 我們在宗教靈性上面 修養上面的一個歸一 一個就是說 我們還可以是我們的典範 我今天就不需要 就是老是以那個男性 來做為我們修行的典範 那在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就是說 很多藏傳的 因為藏傳裡面有些什麼 肚母啊 就是會看到那一種 好像就是 又說女神 所謂的女神的代表 在藏傳佛教中 我們就特別有多的 特別多的一種 女性肚母的研究 那我們的精神層面呢 當然比較有代表性的 大聖佛教的 就會像 Polary他們的大聖佛教中的女人 這時候大家會覺得 好像有點小問題啊 為什麼阿彌陀佛淨土沒有女人 為什麼 什麼零轉男生 你才能夠成佛 這個時候就是 第二波女性主義 一個從經典裡面 挑出來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其實都一直存在了 可是就是 要女性主義的產生的時候 我們才會發現到 什麼 有人會去特別的去論述他 去檢討殺這些什麼問題 比如說這個 大聖佛教女性的中 這一本書呢 他就從前面開始講到說 我們那個經典 大聖佛教的經典 號稱是什麼 空慶啊什麼的 可是為什麼 阿彌陀佛淨土沒有女人 為什麼要 什麼 那個什麼 女轉男生 我才能成佛 然後慢慢的發現 其實有些部分 只是我們大家會忘記去講了 比如說 那個龍女 天女 跟瑟利佛的對話 就是什麼 天女顯然休息很高 有的經典是說天女 有的經典是說龍女 然後他顯然休息很高 他可以把瑟利佛 什麼變為女生 然後就問他一些有關 什麼男性本身 本性是什麼 女性本性是什麼 如果都是空的 為什麼你要在那邊計較說 誰是男女 誰是女的 什麼特質這些方面 就會看到說 其實大聖佛教的經典 非常的廣 所以他有一些比較 以燕靈主義的文獻 甚至說以男性為中性的文獻 可是同樣的 他也有可以展現空性的文獻 那這時候我們就說 但是佛教是這樣 那麼其他的呢 比如說上宗布佛教 人家會發現 他就是一個比較二元的分法 有人說 你有比丘就有比丘尼 你有佛陀就有大愛道 雖然大愛道不是佛陀 但是不是在這一世成佛的 但是就那種邏輯性而言 就是好像說 男跟女就是平行的在記載當中 好 就是這一點 那另外一點 人家就會問到就是說 為什麼就是說 我們對女性的成就者的記載這麼少 我們女人呢 如果要做佛教的修行 第一個問到問題 我要去找師父 然後再放眼看 師父大部分都是男的啊 誰能夠指導我們女人的 這種身理上心理上的一些問題 好像沒有喔 那就要問他是 為什麼會是這個狀況 那這個時候女性主義者呢 像是Rita Gross 或Kamalaij SOMO SOMO 對 對不起 Kamalaijji SOMO 他就會直接就是說 那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什麼 可能過去我們的佛陀文化當中 都是什麼樣 引來性為中心 就要什麼比丘可以去讀書四字 在中國呢 大部分會念書的也都是男人 那女人呢 名字五彩便是德啊等等的 好 那所以寫歷史的都是男人 那這些女性成就者 就是少之就少 雖然說中國的那一些 有些什麼女禪詩的記載 但是你如果看比例上面來講 比男性成就者 真的是少很多 所以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當然大家就會 有很多原因 當然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在傳統上面 我們不會給女性受教育的機會 不會給女性什麼樣 修行的機會 這個時候也會提到就是說什麼 我們文化中對於這個性別意識的一種問題 我們也許會告訴女人就是說 女人本來就是比較內向啊 比較細心啊 所以應該比較適合在家裡照顧小孩啊 對不對啊 然後或者人會說 女人可能就是可能比較溫柔一點嘛 所以像到山道裡面去修行呢 要出去做這個修行 這個閉關修行呢 可能就是比較不適合女人去做 所以呢 女人當然是比較不適合什麼修行 女人不適合修行那要怎麼辦呢 那也可能是因為女人呢 少修了五百世 所以來說沒人可以告訴我說 他的少修五百世是來自哪一部經典 但是每一個台灣佛教徒都會這樣子說 就很奇怪 好 然後呢 那女人竟然就是比較不好 業力比較長一點 業障比較多一點 那怎麼辦呢 就乖乖做事吧 做什麼呢 就是說供養啊 然後做一些什麼像這個 佛教的阿妮啊 他們可能就是要負責耕田啊 那幫這個僧團 甚至幫自己的俗家 來提供一些物質上的支持等等的 所以呢 我們在第二波女性主義當中 我們就看到了一個新的 一個國際的組織產生 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女性主義 它不是哲學 它不是理論 它應該是什麼 行動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我們中文翻譯為惠孔法師 跟一些 一些那個女性的佛教學者 他們就主持了 Sedita 國際善女人協會 就是要串聯各地的佛教女性 為女性 為女性 這個各方面 這個書上面的話呢 就是提供這個女性 就是女性研究的一個溝通的平台 所以學者們 鼓勵學者們呢 你們要去研究什麼 歷史上的比丘尼啊 歷史上的那些女性成就者啊 不要讓女人聲音給忘記了 這是一個 然後實際的行動上呢 Sedita 他們也會募款 然後也會就是鼓勵 就是拿女性的教育 不過最重要一點呢 他們會希望能夠在 跟有比丘尼生團的地方 重新注入比丘尼生團 這一點就是 有人就說不重要 為什麼不重要了 只要好好修行就好啦 為什麼跟這個戒律啊有關係呢 可是呢 你這時候的一些女性主義者 就會提出相反的一戒 你如果沒有比丘尼 如果他不是受這個大戒 受巨族戒的話 那麼一般在家信眾 會不會覺得說 你守了戒不夠多 所以我就不要供養女眾 我就不要供養女性修行人 那既然我不供養女性修行人 那是不是女性修行人 就是出家中也好 在家中也好 就要想辦法去工作 賺錢養自己對不對 那在世俗中工作 也許你就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去做什麼呀 可以去做修行 宗教上面的供事情 所以當然這樣子二進行皇之下 你會發現女性的成就者 是越來越少的 所以這個SACDITA 它主要作為一個串聯的平台 那國際上各國的佛教的女性 當然也歡迎男性 我們裡面每次的研討會 都還是有男人參加 但是呢 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女人的議題 有一個平台大家可以討論 那麼作為學者 就可以把女人的故事 女人的歷史 女性成就者統統把它記錄下來 實際上呢 我們可以在需要幫忙的地方 建立女子婆學院 然後或者說建立什麼 比丘尼界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會看到大約就是什麼樣 第二波的女性主義 那第二波女性主義裡面 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它其實是 我覺得講就好像是一個 它是一個完全的一種 一樣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是它其實是可以差很遠的 我們可以就是說 從非常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 自由派的女性主義 Liberal Feminism 那邊講到說 我要追求男女平等 一直到馬克思 他會覺得說 馬克思女性主義會覺得說 宗教裡面那種階級 你其實沒有辦法克服啊 那你要怎麼辦 那麼你就是 只能就是想辦法跳離掉宗教束縛 或者是到最後的Essentialism 就是基本主義派的女性主義 會強調說 這個男人實在太可惡了 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化越這鴻溝 所以就怎麼樣 我們就是還是以女人為主 像是美國哈佛大學 那很有名的女性神學家 女神學家 Mary Daly 他的女性主義課裡面一個規定 就是要把男生通通趕出去 好 這不是開玩笑的 為什麼也不希望有來學生修他那一本課了 因為他覺得就會說 如果一堂課裡面有男有女的 你就會發現女同學就會很習慣性的不講話 沒有錯於這老師 我也注意到這一點 我們佛教學系的同學也是這樣 明明有很多女同學 然後尤其是我們法師們 明明就是功課都是非常好 可是每次為意見發生的第一個 有女都是男生 然後甚至說每次都會在那邊講說 老師我做不來了 這點我能力不夠啦 我會搞砸啦 然後你就會看到那些男性呢 我們男同學明明書讀的不怎麼樣 就會跟你講說 老師 我這個已經贈得什麼菩薩果位 所以我懂得比你多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發現 奇怪 為什麼這個自信心方面就會差很多 男同學就很高 然後女同學就是有點低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說 這個就是可能就是說 難怪會有像Mary Daily這種 基本教育派的女性主義誌 會在他女性主義課上面 把男同學們趕出去 這樣子才能夠有創造一個空間 可以讓女人可以自由的討論自己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就是提到我們可能講到的 第四波女性主義這邊 那第三波女性主義的時候呢 慢慢的呢 我們看到第二波女性主義 所追求的一些東西 有人就說是不是有點OK了 有點OK 但是當然也不是完全是 像是SecDita 現在就是每兩年會辦一次 然後就會發現就是可能就是上百人 上千人都有可能會去參加 那一種很大的平台這種東西 可是到了第三波女性主義了 我們就看到一個更不一樣的挑戰 就是在第三波看一下 我們就不得不提到一位 她算是哲學家 但思想家 反正她不是研究宗教的 可是也是有點小關係 那就是什麼 Judy Barter 她裡面講到的一個概念是什麼 性別展演 性別展演 她就告訴我們說 性別呢 她沒有本質 她沒有本質呢 她只是大家日積月累以後呢 所習慣的表現出來 所以為什麼會覺得 女性比較細心比較溫柔呢 那是因為大家日積月累的 會期待女性就是要講話溫柔一些 要比較細心一些 所以日積月累之後呢 我們就以為這是什麼樣 女性的特質 女性天生的特質 可是Judy Barter她說 不太可能喔 這一些其實都是 可能就是後天展演出來的 我們被教導了 就是說女人應該這樣子做 男人應該那樣子做 所以我們就很習慣的 就跟著下去做 所以她跟我們引述一個觀念 就是什麼 性別或者性相 它其實是流動性的 它的流動性都非常高 它都是怎麼樣 我們大家就是後天 要跟著我們的習性下去走 習性下去做 所產生的結果 那當然呢 我們這個她的書 後來就衍生出來 變成那個庫兒主義研究的一個開端 好 那一開始呢 我們看到Judy Barter 講到性別展演 講到說性別性相 沒有本質 作為佛教學者 應該就可以想到 這應該跟佛教一樣嘛 佛教不是說什麼樣 因緣和合啊 沒有無我啊 無常啊 對不對 那應該是這樣子 可是你就再反過來看就說 嗯 既然是這樣子 為什麼大家都還是 好像只給比丘重高 在上的位置 然後你重呢 只能做跟隨的位置 為什麼在課堂上面呢 南重的位置 都是會比較高的 主法都是南重的僧人 就是這樣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看到 也許不是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說我們理論上 書裡面讀的都會講 都會講說什麼 我們要行菩薩當 要有空性 要有這個 這個什麼 十二因緣 我們無常無禍 講得很好聽 可是實際上 我們沒有人做得到 我們的分別心就會出來了 好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 在佛教界呢 就極少數極少數的學者 我們可以回到上面那一章 謝謝 極少數極少數的學者呢 他就會帶進去這一方面的議題 尤其是像是 有一些西方美國的學者 他們會認為就是說 像庫兒主義 其實跟佛教應該是很對的 為什麼 因為佛教就是講說 我們沒有一個本質啊 你庫兒主義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可以是男的 明年可以是女的 或者什麼都不要 比如說 在荷蘭的 在歐洲一個 做佛教庫兒主義研究 我聽你一下這樣 有這種東西 的學者叫 Be sure 他就是一個跨性別者 所以呢 你稱呼他 你不能說he or she 你也不要說lay 他堅持別人要叫他lay 你也不能叫他 當然我們都叫professor 當然他的研究他主要會從心理學 社會學下去看 看就是說 嗯 其實很多那些西方人呢 他選擇佛教的時候 他們本身可能是同性戀 或者是雙性戀 或者是庫兒 就是性別性向是流動性的 他們選擇佛 加入佛教的時候 有一次佛教是很有善的 可是剛剛碰到這個傳統文化的時候 就發現我們傳統文化 還是男女分別非常明確這樣子 所以他有一些研究就是發現 這些庫兒佛教徒 所受到的這個心理創傷這方面的事情 所以他大概這樣方面的研究 那當然呢 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跟大部分人比較有關係的 第三波女性主義裡面 提到的後殖民主義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了 這個第二波女性主義當中 它是起源於英文學界 很多都是 絕大部分都是 白人中等 中產階級的學者 他們 所以他們在看我們亞洲佛教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些偏頗的地方 他看不到其實 就是我們很多元性的那一些那個面向 他們就會說批評說你們佛教可能就是 亞洲人可能就是 就是什麼樣子比較脆弱啊 每一個亞洲女人都是乖乖聽話的那種樣子啊 他們就是顯然就是對亞洲 你說不了解也可以 但是你也可以說就是沒有那一種平等的尊重性 所以他會覺得說 亞洲人 亞洲的女性佛教徒 在等著我們去救濟她那種講法 所以這個再結合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 在第三波的研究當中 我們就看到了什麼樣子 有很多後殖民主義的論述 就是想跳多那種 以歐美文化為中心 直接來看我們這邊的很多元的面向 比如說我現在在做的那個越南的 在台灣的越南佛教 然後她在台灣越南的佛教團體當中 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女眾 就是大部分都是那個 嫁來台灣的女配偶 只有少數的會是男的 或者說男性移工或是參加 所以會去參加的就是女性配偶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如果你要用西方中心的那種女性主義 去看這些越南的新住民 那你會覺得他們講話都很溫柔 他們都還是希望說 用越南過來的這些男中法師來煮法等等 你會覺得這些女人應該都是很軟弱 什麼的 可是一旦你真正去了解他們的生命故事 你知道他們在台灣吃多少苦 要做多少事情 你就會覺得這些女人 不會是我們想像中的那種軟弱 他們也許沒有站出來說 我要跟你平頭境界 我要跟你做領導的位置 也許他們不會這樣說 那他們不會這樣說的一個原因之一呢 或許是在於就是說 他們平常日常生活受到的歧視 不只是性別歧視 還有包括什麼階級歧視 還有包括種族歧視 在台灣受到的歧視太多了 所以但他們在這個 這些種種歧視當中的寧可學習當中 他們所呈現出來的 不會是西方那些衣食無餘的 共產階級的女性主義所期待的 就是我一定要出來講話 為我自己爭權力 但是你會看到說 他們可以藉由這些佛教的活動 來爭取自己家庭外的生活的話 其實他們自己也是有這種空間 講到這個 就不得不講到玉珍老師的那一篇文章 廚房的姐妹情 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 為什麼呢 因為有的時候 這個女性主義呢 我們就會講到就是什麼 女人要出來工作 做義工就是什麼 就是被男性主義壓迫的 就是有這樣講 被男人壓迫 可是玉珍老師他真的很聰明 他就注意到 你看那些廚房裡面的女 那一些菩薩們 那一些師姐們 你覺得他們也是在做廚房的工作 在那些西方就是 不是說西方學者啦 亞洲學者 有很多人這樣認為 煮飯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但事實上呢 他們在廚房裡面 寺廟的廚房裡面 找到了一個 可以讓他們離開家庭的 那種制度的一個空間 他們其實是在寺廟的廚房中 找到一種自我肯定 所以雖然說他們無法滿足 比如西方中韓階級 女性主義的那種要求 說你要出來為自己的權力做抗爭 或者說要求男眾平等 但是就一個方面來講 寺院的廚房也是提供他們一個 追求自我的一個空間 一個自我認同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種多元的面向 其實不是像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研究 那樣講那麼簡單 就是這樣子 那最近有人就說 是不是有第四波女性主義的產生 當然我是這邊畫了一個問號 那是因為有人覺得是 有人覺得不是 有人會說這叫Post-Feminism 有人會說沒有 只是第四波女性主義時代 那主要是伴隨著 像是社交媒體 大家會說2008年 就是臉書開始起來的時候 藉由社交媒體 我們開始有集體的抱怨 集體的抱怨意思是什麼 比如說MeToo 這個hashtagMeToo 這個講說我在成長過程 我曾經被性騷擾了 OK 好 那從前沒有社交媒體 時代也許我們就不敢這樣大聲講 也許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可能就是我個人的問題 其他人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可是藉由這個社交媒體 hashtagMeToo 就會發現 不只是我一個人 他們就說在美國幾乎是每一個女人 都有曾經被性騷擾的經驗 然後當然在我們台灣 可能就是我們也比較害羞保守 也許是這樣出來 那就是這個不是一個很被人家 很就是曾經是很流行的一個議題 但是至少我們就是說 透過這個社交媒體 我們有開始產生了所謂的 集體的性的抱怨 不論是種族 或者性別上面的抱怨 甚至他們現在 因為是去年西方國家都在封城 所以你會看到有很多線上的研討會 或線上的工作坊 很多就開始討論到什麼 西方佛教你團體裡面的性騷擾的問題 就是以前大家都敢公然講 可是很奇怪 我透過線上我就敢講了 可是不是面對面嗎 所以就這樣子 就是看到很多工作坊就蠻多了 所以就是說第四波理性主義 就是可能跟 有人就認為說可能是跟這個什麼 社交媒體非常有關係 它可以是產生一種 什麼讓你的抱怨 讓你心中的怨氣 可以得到一個集合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呢 可以產生真正的改變 比如說他們現在在美 就是有些學者在美國 就是說 那我們要注意說 我們佛教團體那些性騷擾的問題 還有種族歧視的問題等等的 那這個是一個正在進行當中的事情 所以也沒有辦法可以講多久 那我想大概就是分享到這裡 因為我被告知20分鐘 那現在已經講了差不多40分鐘了 超過了 是這樣嗎 玉政老師 其實我很自由 這個工作坊有討論 比較針對性的問題討論 那我們要尊重鄭老師剛提的現象 我通常出去演講我會規定 我接受男性跟女性提問的比例量 那還好我們今天男性本來就不多 所以我們如果有兩位男性 三位男性 就是我們一位男性一位女性 一位男性一位女性 這樣子就很好了 那如果男性沒了就 就繼續 女性繼續好不好 請問有什麼建議嗎 請問有什麼補充的地方 沒有你們所講的那麼家庭 我分享一下 我剛好也曾經今天看到一個 參觀女性的那個文章 關於那種男性的自信 跟女性的自在問題 我覺得他看到就是說 我們從小就一直被教育 被教育的女性 女性就不斷的被教育得不夠好 就是你一直被教育的 你要當一個好妻子 好媽媽好太太 然後這些形象是 你必須要很完美 你可能要上得了天堂 下得了廚房 然後服侍得了男人 然後又能夠長得漂亮 妖艷然後有身材什麼的 然後你必須符合 就是給我們一個女性 一個非常完美的形象 然後但是大部分的女性 都達不到這樣的形象 達不到這樣的形象 然後這個社會就會一直告訴你 乃至於你去買那個 保養品、化妝品 然後你去或者是去逛街 他也一直告訴你 你不夠完美 你不夠完美 你的皮膚不夠亮白 你的什麼 他從頭到尾 我們只要能夠出去接受到 女性的訊息 都是一直在告訴你 你不夠完美 所以你必須要走向完美 然後男性是從小就一直被建構在那種自信的 那種長大 他整個社會給他建構的 就是他一直是那種比較自信的一個成長過程 所以這個是造成的 我們之前看的一個 我之前也在課堂上跟同學分享過 有人去做心理研究說 男性造鏡子跟女性造鏡子不同在哪裡 然後每天早上起來 那個男性造鏡子 永遠第一個念 大部分第一個念頭問 我今天怎麼這麼帥 對 怎麼那麼帥 那女生造鏡子第一個念頭 就是會說 我今天怎麼那麼胖 對 我主要這個是我們 我當時不了解為什麼這個心理 心理 我覺得我自己在造鏡子也是這樣 我們總是在看 你說哎呦不夠高 總是看自己哪裡 不只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看到一些教育學界的研究報告 不只是台灣 有人在做義大利 我看到義大利英國的那個小學的教室的研究報告 我發現學校老師有個傾向 就是喜歡教男同學問問問問題 然後如果女同學發言 大家都說講得不夠好 所以玉珍老師你這樣做得很對 就是一男一女的發言 這樣子最好的 真的 謝謝 我follow他的問題 所以您注意在教內 我用佛教做地址 尼士跟兩眾四月 尼士就像是女子教育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就是以女子為主的college 他們的女性的數理方面的表現 通常高於男女合校的學生 男女合校學校的那個女學生的表現 我自己 所以我其實有用過這個理論 來看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單位是純女性的修行單位 不管是影修單位或試驗單位 他會跟男女合在一起做事情的那個單位 其實會呈現不同的氛圍 那這個因素我覺得我們要去注意 因為很多人是深陷其中 他並沒有意識到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們在挑case的時候 在座要注意到就是說 他本身有沒有一些結構性特色 所以我們做單純的尼士研究 跟做男女就是所謂的兩種的這種道場 不管他是分開住 他唯一只有師父或是什麼空間隔閡 或者是法脈隔閡 我跟你講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老師我發現說 即使是兩種道場 兩種道場他的那個就是說 他對於性別的文化的教育方式 像我就很明顯感受到 因為我在出家之前 我也算是工作上有自己的那個 能夠自立自主的女人 那也是對自己相當的有自信 可是我發現出家之後呢 我因為待在比較傳統的國學院 他對於性別 就比較對也是比較男尊女悲性的 那我覺得這幾年收訊下來 確實我感覺到自己的女性自信 是有受損的 然後甚至說對男性的恐懼是有提升的 有那種恐懼感是有提升的 但是我自己不自覺 問題就是你不自覺 內化很深 社會化內化很深 對 然後後來我到佛光山的時候 我才驚覺到 因為佛光山他比較講究性別 女性可以做到那種程度對不對 而且我光是看那個眼神 我就發現怎麼跟我們那種 傳統的國學院的那個女性的 他那邊的泥深的眼神是發亮的 他是整個發亮的 可是我在我自己傳統國學院 看到的那種泥深的眼神 大部分是比較暗淡的 比較自卑的 這是我到時候我去佛光山 佛光山他是比較特別一點 第一個我跟你講他夠大 然後第二個我們有上去訪問 他們都知道他們有一條 他們只有一條底線 就是佛光山的中長 不能是比丘尼 其他全部都可以 所以他們現在佛法生三個部門嘛 佛跟法都是女性院長 佛學院也全部是女性院長 然後他們還有很清楚的一個 很透明的制度這樣子 所以佛光山的那個佛教治典裡面 他們是不收巴進法這一次的 這就是 所以一樣都是兩種道場 還是有他的道場 對 但是你的權力放到什麼程度 那然後另外一個問題就是size 你多大跟多小 你一般的小的寺院 我可能就是需要有人打掃 有人需要什麼 所以女性就很容易放到廚房去 可是佛光山的size太大了 大到可以什麼 他全世界都有他的分道場 你就女性兩個人 三個團隊啪就出去 我跟你講那個叫做什麼 降在外不受 軍力有所不受 軍力有所不受嘛 所以他的那個發展 是那麼多樣性的時候 他是小道場 我跟你講他出去的那個地方 有兩個人到四個人就了不起了 全部是比丘尼 然後他們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們所接觸的地方文化都不一樣 可是他們都說我們都一樣啊 我說你們就不一樣啊 他說我們都一樣啊 你知道佛光山現在用一個 就是他的最近他用的一個名字 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叫做共同創造 共同創造 他會去發展 他以前會說我們是佛光人 然後現在說我是佛 然後現在叫做共同創造 他會有很清楚的那個制度 然後有很柔性的敘述 他會給你這個東西 所以你知道他們他們的天下 我老實說真的就是女人打下來 因為全球128個道場 只有四個道場的住址是男的 對不對 所以佛光山也是特例 然後我會覺得他的特例在夠大 那我那個一般的鄉村裡面的事業 我如果沒有發別特別的譬如說相關發展文化教育 我要幹嘛 我就是叫你回來煮飯啊 做做儀式啊 所以那個size 你們選了你們看那個對樣 其實這些是很結構性的外在工作 老師我覺得現在是有在變化之中 像我之前跟你談的那個懸空法師啊 那我們去的時候他也是兩眾道場 但是住址就很明顯跟我們講說 他們現在在改進甚至佛光山洞去看他們 他說他們住址是三年一任 就是已經不是那種已經做到你往生那種 三年一任 然後呢而且是女性 就是男性女性就要互相輪替的 對我意思說每一個 那個單位就是說他們在分化 在分化 分化就是我功能職能 我一同時在變大 然後我有很多東西在分化 就是那個團體是會長的啦 就是你們你們 你看那個你可以問鄭老師 他講那個越南的case 越南的那個case跟台灣就很不一樣 所以他們過來 為什麼男生會很生氣 女生會很高興不回去 對沒錯 為什麼男生會生氣 當然不是在我面前生氣啦 反正就是男眾法師會回越南 或到西方國家 反正留下來都是女眾法師 所以我有感覺到 因為我們那邊蠻多越南女眾法師的 我感覺他們還蠻開心留在台灣的 因為他們那邊的腹系的那個結構太強 最簡單啦 我碰到的是那個女眾問我說 老師我同班同學跟我說 在機場大家回去跟我說 你給我小心你等回來越南看看 蛤是喔 我就說你又不是一個人來念書 你趕快煮一個越南比丘女同學會啊 回去給他看看啊 你不是一個人啊 你是二十個人回去啊 你知道他們也需要學這種 就是串聯才有力量 大家運氣才有力量的 對他們也需要學這個 男性是被一定會覺得 到了台灣會覺得被剝削啦 沒錯 我們的學生男眾法師也要 也要做清堂臉座 你看他們學的多痛苦對不對 是喔 那這個都是生活裡面直接的衝刺 沒錯 然後你才會碰到那個 對你才知道文化不同是什麼意思 對 對不起喔 女生太強勢了 現在換給男生好不好 沒錯 這種講話也才行 嚇壞他 今天覺得今天來這裡應該是錯的啦 哈哈哈哈 男生換你是越南人嗎 韓國 韓國 他還用什麼韓國 剛剛沒有人介紹嘛 老師我先介紹一下 我是 我是韓國潮溪中 通渡室出家生人 然後那個通渡室 就叫那個姓運大師 跟我們通渡室的 是 我們通渡室的方向上 在1980年開始交流 然後 我也是受到這些的交流的影響 所以後來來這邊念書 之前在法國文理學院 念念大學 到政大好優秀 他把精華都拆走了 哈哈哈哈 要留一些在台灣 所以我真的 因為我以前真的沒有想像到這些 參與這些的 也是這種 女性主義的這些活動 女性主義的這些課題 因為 我本身在韓國出家 然後我也是受到這些 以男生為主的這種教育 環境 還有草西中 還是內部很多一些 也是應該知道 也是以男 比促為主的這種身材 完全比例上來看 南中的那個 那個人數 比女眾人數更多 對 所以 不會猜一句 你們 你們草西中比促寧很強啊 你們的比促寧會 比促寧會館 啊 我知道 很強啊 他們經濟實力 然後呢 然後老師 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老師那個 我可以承認 但是他們為什麼這麼強 因為韓國社會 也是以男性為主 所以他們要為了生存 所以 這些打破這種的 這個階段 所以他們才可以跟著成長 但是 算 從我們韓國 比出生人來看 這些女性的這些的 地位的話 他們影響還是蠻有些低的 但是對其他國家的比促寧 來看 韓國比促寧 那麼強 而且那麼非常有主張力 對 但是 裡面去內部的話 還是他們有自己 所以每個國家的 這個 這個階級的 也是這個 那個 那個評價 不一樣的老師 對 你們還是去 內部看的話 潮溪中的本身 女性的這個 比促寧的地位 還是沒有那麼很高 因為他們在 國外的時候 他們可以發聲音 但是內部還是要看 看到這些 對 沒錯 沒錯 請問一下 那這樣他們可以就是 像是林山自己創建自己的道場教團嗎 我們也是以潮溪中為主的一個一個全國性的一個單一的中派 然後那個裡面也是按照一個潮溪中他們中央的那個本山 他們控制這些的比促比促你出家的一個所謂的那個那個借壇啊還有這些教育的全部的系統 全國的化的系統 所以你受到一個他們的承認的一個比促你的話比促你升級大學 比促是比促升級大學 是 透過這些的不同的教育的器官來可以拿得到真正的生人的一個地位 對 對 但是呢 這些的其實為什麼我這樣提過呢 因為其實剛剛我看過來台灣知道才知道那個老師也是提過 所以這些韓國比促尼參與這些世界國際的一個女性佛教的這些團體 還有不同的國際的一個會議 然後他們非常鼓勵這些的這些女性的一個聲音 然後有些推廣這些男女平等的這些的部分 所以我之前在韓國國內的時候其實沒有感受到 其實因為他們沒辦法在國內辦這些那麼大規模的這些發生的活動 這個我們一定要考慮到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這些蠻有些問題的 對 然後我希望如果這些聲音會影響這些國內的潮汐中裡面的內部的話 更可以比促發生還可以接受他們的狀況是什麼 因為主要是韓國潮汐中也是一個全國性的 所以因為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一個什麼一個什麼一個組織團體 因為他們是一個看到生人啦 比出比出有些拓戒力 或者他們有些出現有些犯罪的一些問題 他們懲罰 但是我們看社會上現在警察 或者是他們也是有些性暴力的時候女生受害者 他們一定可以跟女性警察可以溝通 對不對 但是佛教生傳裡面沒有這種的區別 比出你如果受到這些受害者的立場 他們一定要更提出要討論這些問題 潮汐中內部還有沒有做這些的細節的一個部分 男女的切開的部分 可是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說你女性的事情讓女性來參與全力 對 你才可能造成女性的經驗會傳承 沒錯 你如果是說你直接去給 比丘當然是保護比丘你 沒錯 但是你這個過程裡面可能就是你的身體感覺 然後你的對制度的設計 你比較沒有那麼體貼一點的時候 沒錯 你這種你變成其實對身團 男性身團也沒辦法去累積那個經驗 你這個時候如果一個女性的一個輔導師 對 一個教導師進來 譬如說天主教的修女 天主教的修女 每個人有一個直接指導她的人 她是院長或是什麼 那是男性 就是女 女的對女的 對 那個就會經驗的傳承什麼的 就會比較強 比較有可能 因為我認為說輔導你的那個 是那麼有性別觀點的 有可能 但是她起碼就會有一個經驗比較可能傳承下去 沒錯 那其實不違反佛教戒律 是說你怎麼去把它揉進去 女性的觀點 沒錯 所以這些狀況其實蠻 我們一定要深入的考驗 而且對於我來說也是 我也是在國內 沒辦法發這些的 比較有些客觀性來 可以批判 目前上位 上位 未來期待 對 內部這些潮汐中的一些不好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才敢在國外念書 可以跟老師們要去 然後你知道會通法師的明年 比丘梅最好的朋友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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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 所以這是我的感受 他不是在一起的 沒錯 而且你都是教內的 所以這個的團結 這個的聯合是很重要的 對 比較容易 所以來這邊才可以 真的學學很多老司的這些女性 這個裕正老師很好 對啊 他要注意到很多事情 沒錯 沒錯 我們可不可以暫時不要錄影 好 關掉